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X10H的Full Switch 怎麼使用 一開始首先呢 它就是利用一個 TS的導線 連接到 我們音箱頭的Full Switch OK 然後 首先 一開始用的時候大家都會先把它 reset 就是 弄成原廠設定 原來設定的樣子 怎麼用呢 一開始音箱頭要先開著 然後 把這個導線拔起來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踩住6 踩住6 然後把它 接回去 然後發現它的Fx 一直閃 好 然後 我們如果踩1到4呢 就是 回到上一動的設定 就是前一個用的設定 然後 等於是把 這個動作等於是把 這個Full Switch重新開機 然後 如果我踩5的話 就是 reset 就是整個 Memory都洗掉 可是這個動作一段洗掉 然後就是 完全無法回復 洗掉就是洗掉 就白了 所以現在要弄原廠設定 洗掉 然後洗掉你可以看到它跳回去 看到它Preset的樣子 它Preset的樣子呢 很簡單 1到4就是代表 1到4的channel 然後每一個channel呢 都有3個 3個 頻段 3個音色 3個音色 綠色、橘色跟紅色 好 所以總共有12個音色 對 有12個音色可以讓你選 好 然後 5呢 5代表是Master的開關 OK 6代表是Revert開關 好 然後我們繼續 如果我們繼續 如果我們繼續踩這個開關了 你會發現 其實呢 這一個開關 就代表 音箱頭上面的這個按鈕 所以我們現在Preset的設定上面 1到6代表的是6個按鈕 就是 第一個按鈕 代表的是Clean Mode 第一 第一券 Clean Mode 然後第二個 好 這樣子 就是代表這個按鈕 那如果我用按的也是一樣 好 然後呢 第二個 就是Crunch Crunch Crunch Mode 用踩的 用按的 第三個呢 就是 Overdrive 1 用按的 然後用踩的 OK 然後第四個 一樣 好 OK嗎 好 接下來 教大家怎麼儲存 儲存的話呢 儲存 儲存 儲存的話 就是 要按Full Switch Program 跟MIDI Program 這個按鈕 好 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 紅燈亮起來 這一個時候 你可以 儲存 這個Memory到 你的Full Switch 然後呢 如果你是要寫入MIDI 的話呢 你就要按住 再按第二下 然後它就會閃爍 然後它就會閃爍 OK 好 我們現在要先試Full Switch的儲存Memory 所以我們先讓它的紅燈亮 好 OK 好 沒問題 那我們 我們先把它轉到這個Clean Mode 的 綠燈好了 好 然後呢 我們 好把它的 Revert打開 然後呢 Revert就是 Clean Mode的Revert 把它轉開 好 這樣就有聲音了 然後有Revert 好 在這個狀況下呢 比如說我把它存到 Full Switch的E 然後 記憶在E 就把它 踩住 然後你會發現它 Fx閃一下 然後又跳回來 好 是代表你儲存好了 D 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跳到別的Channel 然後呢 如果 我再踩E 我再踩E 好 它就 回到 上一棟 就是我們記憶在E的這個Memory 好 我們Full Switch 除了可以設定 它是每一個 都是一個Memory以外 Full Switch還可以設定 其實每一個按鈕 好 所以如果 想要Clean在第二格的話 可以嗎 可以啊 都可以啊 它1到6是不分的 就是它沒有分誰是誰 好 如果 這樣子的話 想要Clean在2的話 很簡單 我們就是 再把 好我們設一個不一樣的 橘色的Clean 好 好 一樣把Reverse打開 一樣是這邊 好 我們 踩住2 踩住2 好 Fx跳一下 然後又跳回來 這代表儲存完成 好 好 E的時候是這樣 2 2 3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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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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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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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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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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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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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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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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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